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看了这一节的事 应该接近香港时间晚上九点半 有关《苹果日报》 今天有五位高层被捕 而且三间公司被冻结资金 我想蘋果日報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否只有6月20日的日子 6月20日是蘋果日報創佈的日子 我很記得的 因為我是蘋果日報最早期的評判版作者之一 你看我的樣子好像很年輕 我長期都很年輕 我長期都很年輕 我以前很年輕 現在就不知為何人越大 就越死了小孩 我就不知為何 我就是變奇幻逆元的主角 那樣的樣子 那時我是一個很老人精的王世察 那時我用暗暗放這筆名 在明報和蘋果日報寫 蘋果日報最早期我已經在這裡 我在蘋果日報評論版寫了 我寫到去年我都偶然還會寫 今年就沒有了 我在這份報紙 這份報紙我和現時編輯的方針有多少分歧 有時起來我仍然站在蘋果日報 我就呼籲各位明天 每年兜兜用現金買蘋果日報 在報攤 代表 這個是代表香港人的支持 我有時覺得有些事情我們做得不多 做到多少就多少 那我自己 都說明了 我反正都回不了香港 我就寫了封面給英國政府 我希望英國政府除了制裁之外 現階段 我覺得當前急務是 將現時蘋果日報幾個人 尤其是沒有BNO那些人 盡快救出香港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 當然有部份記者覺得 仍然留在香港 但是我覺得 你可能 如果以報館來說 可能你在海外維持一個海外運作 可能會比較 能夠達致新聞自由的意想 當然你在香港那些 我們都尊重的 留在香港那些 記者很清楚自己的風險 這個 但是我想 英國政府是需要一個計劃 去至少令到蘋果日報的 在香港的編輯記者 以至評論版的評論人 副行專頁作家 這幾位高危人士 能夠在 就算有沒有BNO都好 都可以即時撤到英國 我覺得已經很重要 因為現在差不多 你做過蘋果日報的 我猜 我猜 或者做過一周行 我猜大部份都是高危人士 我很少像屈永賢這些 叛途 屈永賢 我直接用叛途 我自己形容 我沒有其他用字 可以更加適合 因為每一個人 進一傳媒寫東西 好稱自己的目標 不是純粹因為人工高 說真的 如果評論人工高 我 新加坡寫得更高 如果我要評論人工高 現在這個年代 我必須寫報紙 自由時報那些很低的 台灣那些很低的 我告訴你 我也寫的 我沒有所謂的 因為不是為錢 如果我要為錢 如果我要為錢 我多做幾條YouTube 好過 那不是的 有時候 有時候 你做到報館 你做到傳媒這行 一定有個使命感 尤其是你做蘋果 我當然是膽膽的 一個居留權 不知道保不保得住的 連自己國籍都搞不清楚的 人 平的把口又大 為什麼 老訊都沒有關閉 就進去報館寫 當然我後來除了明報 除了蘋果 還有寫信報 我很早 我很早是一個報紙人 我是先寫報紙後入大學 我是反過來的 所有東西都反過來的 當時夠勤力就行 做人要夠勤力就行 我經常覺得夠勤力是最重要的 我想 現時來說 這幾個人 如果西方國家開放救生艇 蘋果日報的 所有大部分的編採人員 交決現任或之前 都應該可以 安排撤離 甚至乳酪版 你知道乳酪版 都會做正事 蘋果是比較有趣的 除非你是金比 如果不是金比 老實說 乳酪版 那些編輯 副漢專頁作家 和評論版作者 應該優先獲得撤離 當然民主派 我覺得議員在的 都應該獲得撤離 所以我丟了一張記錄 先說明 這個 我的目的很簡單 不要因為那個人沒有那本護照 而沒有辦法撤離 因為已經是極高危 壹傳媒員工 他們在香港 現在我們可以幫到他們 譬如有些黃店 免費給壹傳媒員工 即是怎樣 招待 或者送東西給他們 那我們就幫襯那些黃店 我們變相 支持壹傳媒員工 渡過難關 這個很重要 跟著他們拿去香港 還是離開 就留給壹傳媒員工自己決定 那邊 因為每個人做記者 做評論人的使命都不同 這個就不是撤離平民 這個就 如果你說討論怎樣撤離記者 這件事是 很複雜的 記者這個行業 你做得這個行業 做評論這個行業 你是有使命感才做這個行業 說真的 因為他不會發達的 即是有些人會覺得是會發達 我不是這樣看的 從外做評論都是一個有使命感的行業 即是發不發達 找不找到食 是後壞的 你最初是 完全是一股使命感 衝上去 大部分 十個有九個都是這樣 這樣 跳到火坑上 甚至我都是 即是 即是說真的那件事 不同 有沒有搞X錯 然後你做 或者你做記者 你覺得那件事 我是有責任去 可能受辱世影響 可能受某些影響 我覺得 我要將某些事實 真相告訴公眾 記者是有使命感的行業 所以 你問 記者 他去語留 我覺得 沒有絕對答案 因為 你每個人的使命都不同 我不能夠代你做決定 不同 普通平民 普通平民我也是 大人走了再說 普通平民 你不要妨礙著地球轉 你不要妨礙著軍 你為什麼 在那裡搞大軍炸 我如果在香港大軍炸的時候 你不要妨礙著我 你這樣想 我對著平民 我來清理戰場 戰場越少平民越好 我不想見到人間慘劇 這個就是 如果我對外部份明白 我也是這樣說的 但如果對記者 我知道你們極超高危 所以一定要開門 要求英國政府 當然有些人 是有居英權計劃 那本英國護照的 但通常都是高層 或者很資深才有的 大部份 你是九五年坐在那裡 那些才有的 大部份 我都不是 我也是九七年那一堆 我也是跟蹤 以前英國政府 有人跟我說過 大哥 你這傢伙太遲進來寫 你早兩三年進來寫 我們都可能已經 是居英權計劃那本給你 真的免得 因為你這幫我口大 怕了你們 新聞界很多時候都很寬鬆 你願意申請 警通常批給你 我猜現在需要類似的 屠心門計劃 真是太平門 這個真是緊急 我猜是 證明你跟蘋果日報的關係 例如員工證 出糧紀錄 這些東西 我覺得英國政府 就要讓你離開 我說遮掩 什麼護照 因為沒有辦法 太危急 老實說 今天這件事 我看完 我覺得這件事太瘋狂 大哥 你說 報紙有立場 要求制裁就可以動你 我想問 你還要出報紙嗎 對不對 我會觸碰 我通常說要求制裁的 通常在我自己的blog上寫 我自己寫 我問責自負 絕對 因為我很早已經是 主張制裁 林鄭月娥 那些 我多數是自己的blog上寫 有些香港人 權及民主法 很多分析都是blog上寫 因為 我知道某些東西 就不適合在報紙出街 我知道 報紙未必想我出街 但是 喂 大哥 喂 你這樣都 你這樣都叫做法國安 我這樣 整份蘋果大把東西可以發國安 今天你說這件事可以發國安 明天李桂華又去 李桂華大導演又去大搜查 李桂華大導演那些 我就覺得 我對制裁都覺得不夠辣 其實 國際社會應該有一個共識 那些搞出獨裁體制的 那些賊頭 那些 就全部當反人類罪 抓鬼了 就是對的 以後你永世都不用出去旅行 應該是拘捕 不是制裁 是制捕 當他們是罪犯 就是 我覺得是應該這樣做 譬如你說 有關新加基督 那些 我不用說 一定是要抓的 我主張抓人 但是我覺得以後是 協助 獨裁體制 鎮壓人民 是列為刑事罪行 應該是一個國際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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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參與公約那些國家 你踏出那些國家 我就可以抓你 我看你們還敢不敢做這麼多仆街 以前我覺得 就是 以前真的太好人了 真的 對於這些賊頭 像李桂華這些 你不要覺得這些幫兇都沒事 這些幫兇 沒有這些幫兇的獨裁體制 你可以走到車 我建議逮捕那些 例如李桂華這些 國安處的警察 我亦都說明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警察 跟公眾說清楚 另一半的身份 我只是給他兩個字 就是叛徒 你絕對不是手足 你是叛徒 你知道我說誰 我這些事 我黑白分明 那些法官 國安法的法官 全部應該都列為罪犯 國際應該有什麼 要共識的 我覺得制裁是不夠的 是 逮捕這些人 即是這些人 政權還沒倒閉 就已經要逮捕 一推到海外 就逮捕 等他們在國際社會 完整地被孤立 當然取消林鄭月娥 那些英籍當然要 那些 我喊聽不止我一個 很多人 送Memo去Dowland Street No.10 要求 取消林鄭月娥 其餘家人的 英國公民新聞 我覺得 英國政府要做事 這件事 不止是Membro Department 不止是Hongong Watch 不止我 很多人都在寫信 我覺得可以繼續加強寫信 在英國的手足 麻煩 寫信給NP 那些 要求取消林鄭月娥 全家英國公民身份 採取也有味 你做這些就很糟糕 那我們做得多少就多少 是這個意思 一定要做這些 你寫多少信都要做 很多事都是千里之人恥於足下的 你看著悲憤是沒有用的 要做事的 即是你這樣 我是差不多 我知道這件事也是 即是德國時間凌晨1點多 我凌晨3點多 就已經寫信 4點過去 我要保證 就是一早早 即是怎樣 Catback Office 那些人已經 一定會收到封信 並且記錄 在記錄上 即是至少 你 那些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會看到封信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很簡單 這個就是做事 即是梁仲恆也是做他一次的 其實是做他一次的 他做的 這些是要的 這些功夫好像看我 不知道有沒有用 你不要理 有文件在這裡 你做得一個數量的數碼 在這裡 但政府部門也是看文件做人 他不敢不做事 因為這是民意壓力 即是我對這個政權 沒有什麼期望 很坦白 我對這個 香港政府 你問我 《蘋果日報》 會不會停行 我告訴你 我現在害怕 明天 就算明天可以保留 我不知道6月20日 這個日子 過不過到 如果6月20日這個日子 過到下一個 硬關就是7月1 但我想 你看到東方日報的記者 那種來勢空空的名 所以我呼吸一件事 大家要 unfollow 和 report 東網 我對東方報業 這個財團的看法 我是很清楚的 當然我不會被自己 陷入法律危機裡面 大家知道這個姓馬這家人 是什麼人 我猜大家知道 如果香港光復之後 東方報業集團 是必須收回 新的香港政府擁有的 然後再決定怎麼處理 這個簡直是惡棍 這個傳媒 我直接說一件事 我以前也是 哪一個人被我在街上看 看東方日報的 我鄙視他 有些人說 黃先生 我一直都是這樣 從小到大都恨這份報紙 我告訴你 當然我小時候 不喜歡東方日報 有我另外的理由 就不是政治理由 因為通常看這些報紙的人 通常都 什麼人看什麼報紙 就什麼格調 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你看 我小時候是看《明報》 《信報》很大的 接著就看《蘋果日報》 《創刊》就《蘋果日報》 接著《雅華早報》 但我後來是看《紐約時報》 我小時候 我練英文 《Companion》 我也是看《紐約時報》 我小時候看《紐約時報》 那些《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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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學才看這些 你現在明白為什麼 我對外電那些 充滿痞 你現在明白為什麼 我看《國際新聞》 不看《香港報》 因為我很小時候 已經不看《香港》 原因是因為我太早已經知道這些 我 我想我是有一個很不尋常的同言 搞出來的結果 所以變成了冬邪 但是我覺得 大家很明確 要杯葛《東方報》 以前美國報宴時報酬 不是不講通知 拜託 以及北方法 我覺得這是什麼集團 我不計算他之前的歷史 他只是今天這個記者的提問 已經奪得全香港杯葛這份報紙 杯葛他撿的為止 當然升到不用說 升到賣了給中國人 所以 什麼巴士的布 他經常看youtube 找一些盧永雄 那些什麼按鈎 李同那些評論那些片 我一日看到都是報告的 我一日報告的 我不客氣的 你問我黃世澤 我怎麼看這些報紙 我覺得就是 在這個自由 新聞自由 受威脅的時候 報紙 做記者是一個純高使命 你做記者 甘願做政權打手 是最佳一等的 那些就是全家產 那些 跟做警察沒有什麼大分別 現在做警察做法官的人 都是一樣是全家產 我很清楚 但是我想現在 要求英國制裁要 要求英國取消 一些 居英權計劃 而幫中共打手的人都要 這也是給了一個明確信號 給部分 我 BNOV就是藍絲 我未檢查到的 藍絲批了簽證隊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 The road is watching you 你日後被檢查到 你做混賤 你一樣可以一無所有 一夜之間 我覺得這個立場 要很清楚 很多人心存僥倖到一個點 我覺得就 嗯 就是 你問我這一劑 怎麼看 我覺得 大家現在 我們可以做就是 現在想走的蘋果員工 我們還是協助他們離開 做到多少就多少 因為可能有些覺得 是走了才留下的使命 留在香港的勇士 我們也要有另外一些方法去幫助他們 就是 就算 苹果日報收集的時候 如果他們要搞 新的網媒或者報館 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要給予支持 就是 你與其支持 要合場的新聞 不如要支持這班人 也好 搞新報館也好 加日眾新聞也好 什麼也好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我作為一個 我對壹傳媒的心存感恩 就是 無論 有些人問我怎麼看壹傳媒 我說 他萬般不是多 他始終是一個 香港很多傳媒人的家庭 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 有兩間報館我一直視為家庭 但有一間已經沒有了 不是以前那個 就是信報 你想想一個 穿著校服的中學生 可以上去編輯部 吹水 你想想我是一個 什麼人 很好笑 我穿著一個 漁科學生 去上去報館 很家庭的行業 信報 另一間就是蘋果 你想想 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 你沒有蘋果在哪裏 有今天 你想清楚 那個年代 什麼事都可以做 我們經歷過這個年代 你問我 當然後來的蘋果 沒有以前那麼開放 但是怎樣都好 始終是 在我人生歷程上 那個 我感謝英國人 給我這個難民家庭 後代的庇護 給我的自由 給我的教育 給我的教育 然後有一間這樣的報館 可以讓你做很多奇形怪狀的事情 你想一下 我會怎樣看 現在這件事 我個人 當然 大家要頂我去的 無論留在這裏還是走 我們各自要分工各自去做事 不要被風化X插火打混 尤其是有些人 是沒有資格 現在抽蘋果水 我剛才說的就是劉正 有個人 就是說老婆是警卷 我也是說過一句 如果你不交代你老婆是誰 你劉正一句話都沒有資格說 你是香港的敵人 不要說自己是手足 這些我們一定要追究到底 追究他老婆的身份 追究到天腳底為止 幫政權做事 就是應該奪得這個下場 就是這麼簡單 今晚第一節就講到這裏 第二節就 第二節都應該是一些很爆的事情 香港時間是11點半